10月15日是林志盈48岁的生日 她也在社交账号上删除了一家五口亲生的照片 瞬间就创伤热搜榜单第一 林志盈自从出车祸后一直没有露面 都是通过亲友和妻子代为透露治疗进度 当时网上有不少真假不变的新闻 比如林志盈毁容要全点从速 胳膊粉碎性骨折以后没办法开车的呢 林志盈是圈中知名的不老男士 而且颜值还非常高 在得知她毁容的消息后 不少人都发现了 不少人也觉得很可惜 感叹没想到她的脸躲过了岁月的摧残 居然最后会毁于一场车祸 从曝光照片来看 林志盈恢复得非常不错 外貌不仔细看 其实和车祸前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还是一张娃娃脸 连上也没有明显的疤痕 不过到底还是经历机场大手术 林志盈的身形消瘦不少 站在那里仿佛能被风吹跑 没想到因为这场照片 林志盈居然被不少网友嘲讽 故意炒作卖惨 根本没有新闻里说的那么惨 当初林志盈的消息网上真的很多 甚至连医院医生也站出来 说她脸部骨折要做颜面手术之类的 当网友看见林志盈几乎没有变化 和大家想象中那种形象不一样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被欺骗 反过来质疑林志盈是炒作 其实仔细看林志盈的面部并不算自然 尤其是有半边脸和鼻子 会看起来有些僵硬 只不过拍照的时候 加了滤镜遮掩的一些罢了 更何况比起外貌 生命才是应该放在首位去考虑的 当初那辆车祸发生了 真的太粗不及防了 林志盈也差一点与死神掐肩而过 本来救援人员都已经打算要放弃她了 最后还是拼命把她拽了出来 那时候的林志盈脸部血肉模糊 几乎分辨不出来要样貌 路人还是通过她戴的手表 才确定了她的身份 这些足以证明林志盈的伤情绝不是夸张 也没有故意卖惨 因为林志盈受伤比较严重 后续手术也是困难重重 如果是单纯从卫貌来判断林志盈恢复了好 还是不好 那确实有些片面了 俗话说了好 大乱不死必有后福 林志盈接下来还是好好休养 早日康复 至于网友们的言论 只想说墨尽他人苦 就不要在一旁胡乱猜测 说风凉话了 真的很不好